哈哈,来了,来了 将是帝国的顶尖武术大师 禅宗大师,他来了 咱们曾经在植物大人僵尸 第28期和他战斗过 那时候禅宗大师 是作为入侵卷宝殿的boss登场 也算是让咱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打败他 但这次不一样 本期浪根将操控禅宗大师 大闹植物王国 你们看他这灵气的胡须 这朔剑的肌肉 呃,没有肌肉哈 我咋感觉禅宗大师这小老头 这么不扛揍呢 走,试一下 啊,果然啊,根本不扛揍 那我这技术 不得一起死个几百次啊 算了,不玩了,就到这里吧 啊,不不不,弱怎么了 年纪大怎么了 哎,我就是玩,咱们就是玩他了 先让我找找这个大师的优点哈 哦,禅宗大师的功语手段是宗师拳法 可以说是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拳拳到肉 哦 一技能是宗师分身术 招火三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僵尸 战斗力不属于本体 不过血量也不比本体多 二技能是气功波 强强大师的气功波威力巨大 基本上打中了就能秒杀一个植物英雄 不成任何问题 三技能是顺移 强强大师的血量比较少 配合顺移可以更好走位袭击 哦,我算是整明白了 强强大师是那种血量少 伤害高 身法灵敏的僵尸 哦 看这灵活的小身板 躲什么机枪 什么子弹 不都跟玩一样吗 好了 了解完以后 船长僵尸有事找咱们 走 赶紧过去会合 哇 这房间挺漂亮的呀 帅呀 这里还有一只大鲨鱼 但是仔细想一下 为什么房间里面会鲨鱼呢 真离谱 你来了浪小子 我是大胡子船长一世 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帅气的僵尸 我今天找你来 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的宠物 萌萌 每天唱歌伴我睡眠 但是它最近口腔生病了 所以不能唱歌了 萌 萌萌是谁呀 就是旁边的这只鲨鱼 啊 呃 它叫萌萌 它会唱歌 总而言之啊 我的任务 就是治好这只鲨鱼 咱们那些公园里面 找一下双喜博士 它是专业的 哦 来了 就在这里 浪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大胡子船长他的鱼生病了 不能唱歌了 你有什么药吗 这个病非常的简单 公园深处有一瓶魔法药水 它被玫瑰女巫守卫着 你去打败它 然后拿下药水就可以了 行 我现在就去 看到了 瞄准 一个气功波 直接秒杀 太帅了 哇 两个将人小兵靠近了 召唤我的小弟 啊这 你们也太爱弱了吧 还得我自己来 拉扯一下位置 再来一个气功波 结束 药水拿到了 哇 好了 现在我们去找病患吧 现在你去鲨鱼面前 喝下这瓶药 啊 为啥这药要给我喝呀 生病的不是那只鲨鱼吗 哦 原来这个药水 能把我们变小 现在我们在鲨鱼的嘴里了 哦 我去 鲨鱼不生病就奇怪了 这里边啥都有啊 还有一个臭鞋 这可恶心坏我了 不是吧 这里边还有植物 这 大幅座船长 每天都给萌萌吃啥呀 不管了 迅速解决掉这些植物吧 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走位 因为这些植物的伤害 非常的高 稍有不剩 我们就会被秒杀 还好有双星博士 给我们治疗 还好打一些 居然还有这么多 那就让你们看什么叫做乱拳打死老师傅 哦不对 我就是老师傅 哈哈 我的拳法也太厉害了 这都拦不住啊 OK 解决完了 浪哥 咱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赶紧出去吧 大胡子船长说 某某鲨鱼有话要跟我说 说啥呀 我去 这么可惜啊 咱给我投这么多金币 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大家还想看浪哥 玩什么植物或者僵尸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呀 咱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